金钱的源头是人性 人性之恶恰恰是财富之源 人类有七种原罪 分别是傲慢 嫉妒 愤怒 懒惰 贪婪 好吃和色欲 商业的本质就是放大这七大原罪 并且从中获利 比如 交由软件利用了你的好色 金融理财利用了你的贪婪 餐饮美食利用了你的贪吃 在线购物利用了你的懒惰 团购拼单利用你的占便宜 社交平台利用了你的虚荣 等等 每一种商业模式都需要一种人性弱点作为支撑 商家越懂人性 越善于操控人 就越容易赚到钱 比如男人最怕虚 希望买到强壮的身体 女人最怕丑 希望买到脸蛋和身材 小孩最怕笨 希望能买到知识 老人最怕死 希望能买到健康 他们越怕什么 就给他们推销什么 利用人性的弱点 商家可以不断地制造和贩卖焦虑 比如 教育机构在制造升学焦虑 整形医院在制造容貌焦虑 房产中介在制造财富焦虑 保健商家在制造健康焦虑 培训机构在制造知识焦虑 等等现在算法又无孔不入 人性更是被平台拿捏得死死的 比如你喜欢美女 刷到的就是各类搔手弄姿的美女 你喜欢唱歌 刷到的就是各类草根天才的表演 你幻想抱负 刷到的就是各种成功学大师的演讲 每个人的本性被暴露得一览无余 然后被商家拿捏和利用 互联网时代获取流量也是有诀窍的 就是这四个字 银河俱婴 就是拼命去安抚底层人 1. 为大众的懒惰找到理由 比如他们明明是在摆烂 你就说他们看透之后选择佛系 2. 为大众的平庸找到理由 比如他们明明自卑内向 你就说优秀的人都爱独处 3. 为大众的绝望找到理由 比如他们明明掉坑里爬不起来了 你就说苦难有多大 福报就有多大 4. 为大众的失败找到理由 比如他们明明屡战屡败 你就说他们大气晚成 5. 为大众的妄想找理由 比如他们明明只想一夜报复 你就说他们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切记 大众想看到的并不是真相 也不是真理 而是心灵慰藉 只要各种鸡汤去抚慰 那一个个千疮百孔的内心 他们就会离不开你 你如果剖析他们失败的原因 企图唤醒他们 那他们才会对你恨之入骨 因为你打搅了他们的白日梦 我们只需要理解他们的狭隘 然后制造故事和幻想让他们沉迷 就能大获成功了 凡是让他们感觉不爽的真相 他们会充耳不闻 凡是能让他们产生美好幻想的鸡汤和套路 却可以让他们狂热 不断地制造各种焦虑情绪 然后贩卖各种鸡汤 是最简单粗暴的赚钱方式 历史证明 越简单粗暴的东西 越行之有效 商业为了赚更多的钱 就要千方百计的阻碍 大众心智的提升 努力使他们保持巨婴状态 因为大众心智越不成熟 越容易被操控 越容易情绪化 商家还明白一个道理 自己是永远不能跟消费者赤诚相见的 只需要不断地翻新套路即可 自古真心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一个人能赚多少钱 往往取决于一个因素 你能多大程度上讨好无名的众生 众生看不清真相 分不清是非 只按照喜悟做事 众生所喜欢的 往往是庸俗的 所以赚钱需要有一定的俗气 很多人拥有抽丝剥茧 化繁为茧的能力 却为什么不敢这样干 原因很可悲 这样干就赚不到钱 因为大众只愿意为极端的情绪和复杂的套路买单 你如果化繁为茧 他们反而会觉得你没水平 越是花里胡哨的东西越能让他们着迷 越容易让他们下单 有些人看不起流行和庸俗的东西 但流行和庸俗的背后 往往是大众需求被满足的最大公约数 能普遍满足大众需求的东西 不管看起来有多肤浅 都是合理的 人性之恶 就是利润之源 其实赚钱的机会从未变少 只是对你大脑的要求变高了 有一部电影叫七宗罪 列举了人类的七种罪行 分别是傲慢 嫉妒 愤怒 懒惰 贪婪 淫欲和暴食 这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性 是所有宗教求戒除的人性之恶 而商业的底层逻辑与宗教逻辑相反 商业恰恰是利用 甚至放大了人性之恶 来成就商业传奇 各类交友网站利用了你的淫欲 金融行业利用了你的贪婪 餐饮酒类行业利用你的暴食 在线购物利用了你的懒惰 炫富照片平台利用了你的傲慢 游戏行业的利用了你的嫉妒和愤怒 可以把你在现实中的委屈和不爽 全部在游戏里释放和宣泄 每一位商业领袖 都是利用人性的顶尖高手 人性之恶才是利润之源 比如你喜欢美女 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 每次都会刷到各类美女 如果你喜欢唱歌 你刷到的都是各类草根天才的表演 如果你想报复 会刷到各种各样 给你打鸡血的演讲 你的人性 在所有的商业高手面前 都被暴露得一览无余 无处躲藏 你喜欢的东西 他们就会给你更多 把你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全部填满 直到你发现你的手机里 全是你喜欢的东西 如果你想堕落 就会让你堕落到永无翻身之日 如果你想进步 就会让你永远都在进步 这导致了强者越来越强 而弱者越来越弱 其实你每一天 都活在别人的局中 你每天看到的东西 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而那些真正不局的高手 都是人性高手 这个世界本质就是一场 被人设计好的游戏 你要么选择做操控游戏的人 要么选择做被操控的人 普通人看到别人在悠闲地喝咖啡 会想着我如何成为那个悠闲喝咖啡的人 而高手想的是 我如何成为那个把咖啡卖给他的老板 你天天在研究哪类人 这直接决定了你的命运 赚大钱的秘密 就是看你会不会设局 恕我直言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赌场 里面只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设局的人 开场子 第二种人做庄的人 庄家 第三种人是下注的人 赌徒 世界上99%的人都是第三种人 剩下的1%是前面两种人 而这1%中的1%属于第一种人 我先举个例子 开拓一下你的思维 所有做生意的 都是以下三种做法 一 传统的做法 拿自己的钱下注 你发现了个商机 想创业 然后用自己的存款 加朋友借款 加银行贷款 筹集200万 然后开始去创业 这种属于债权投资 就是你欠债创业 80%的人都是这么创业的 如果公司失败了 你所有资产都会被债主和银行收走 等于你自己下注 输了就没了 二高手 拿别人的钱下注 把公司发展规划 做个PPT 把身边认识的朋友 客户 拉在一起 把怎么样投资200万 未来赚两个亿的过程 讲得天花乱坠 然后以200万的价格 出让30%的股份 让大家入股 起干 只要你讲得够精彩 就会有人一起入股干 这样即使公司最后倒闭 投资人的钱打了水漂 你也至少领了几年工资 而且你没欠一分钱外债 亏的都是股东的钱 这种属于股权投资 等于拿别人的钱下注 三顶级高手 赚所有下注人的抽成 更高段位的玩法是 公开向全社会募集资金 每个投资人根据出钱的金额 占项目相应一定的股份 就可以分享公司 未来的相应收益 出钱人之间 可以交易自己 所持有的股份 然后你把公司估值搞高一点 估值100亿 一开盘 你就身价几十亿了 找个机会一套线 直接发财 这叫发行股票 大公司都是这么玩的 股民杀入的时候 庄家和开场子的 已经开始收割准备离场了 同样创业 不同身份的人做 不同的手法去做 完全是不同结果 这就是挣钱 赚钱和发财的区别 赌徒就是在挣钱 庄家就是在赚钱 而开赌场的才是发财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某个大山里发现了金矿 大家都一窝蜂地跑去挖金子 这时候 你也跟着去挖 基本已经挖不到了 你要做的不是加入淘金大军 而是应该在通往挖金子路上卖水 卖干粮 卖工具 卖挖金子技巧的书 赚那些挖金子的人的钱 这个时代 赚钱最核心的本质是 去赚那些想赚钱的人的钱 你看微商为啥能做那么大 就是因为他们在赚 想赚钱的人的钱 地摊经济刚一火 最先受益的不是过去摆地摊的人 而是给摆地摊提供摆摊车的武林红光 我之前的 我之前的一个朋友 做直播一直不温不火 后来自己搞了一套直播装备 卖给做直播的人 一下子卖火了 美团没有一家餐厅 结果全国人民都在他家吃饭 餐厅忙里忙外没赚多少钱 结果没有一家餐厅的美团市值 却破了一万亿 就靠一款手机软件 其他啥都没有 你再看看你 房租 水电 员工工资 忙里忙外 当牛做马 你一年才赚了几个钱 这难道不值得你深思吗 阿里没有货 去哪网没有酒店 携程网没有飞机 但他们赚到的钱 都比有货的 有酒店的 有飞机的公司 高得多得多 这是为啥 答案就一个 他们都是开场子的 他们赚的是庄家和赌徒的钱 庄家就是餐厅 酒店 航空公司 赌徒就是消费者 何鸿桑开了那么多赌场 但自己却从不赌博 因为他明白真正的发财方式 不是去赌博 而是想着去赚赌徒的钱 所以你干万不要去赌 而要做开赌场的人 不要成为一颗棋子 而是要成为下棋的人 举个实操的例子 看懂了再也不会缺钱 假如你特别会做饺子 想开饺子店赚钱 这时你要思考清楚个问题 到底是卖饺子赚钱 还是卖饺子店赚钱 如果一盘饺子15 你的纯利润是5块 要想赚一个亿的话 你这辈子要卖多少盘饺子 要卖2000万盘饺子 这辈子加下辈子都做不到 但如果你不赚卖饺子的钱 赚卖饺子店的钱 那就不要了 你把开饺子店的方法 做饺子的流程和各种线的配方 全部像麦当劳一样进行流程化制作 然后开招商会 让别人加盟你的饺子店 一家饺子店你收加盟费5万 200家就是一干万 2000家就是一个亿 这还没有包含你收的培训费 你为加盟店提供面粉 肉馅 蔬菜 和面鸡 装修这些所有环节的利润 知道麦当劳肯德基 是怎么全世界连锁了吧 他们赚的都不是店里顾客的钱 他们赚的都是加盟商的钱 你只需要在郊区搞一个半成品加工基地 把所有饺子和菜品全部半加工做好 配送给店家 店家稍微热一下就能出餐 要做到是个傻子 学三天都会操作 不需要厨师操作 对能人没有依赖 这样你就能复制扩张了 这时你就是布局者 也就是开场子的人 加盟商就是庄家 顾客就是赌徒 无论店里赚不赚钱 你都永远都稳赚不赔 因为你赚的就不是顾客的钱 而是开店的人的钱 你可以看看正心鸡牌 现在已经一万多家店了 别赚卖饺子的钱 要赚卖饺子店的钱 这就是做局者和入局者的区别 看清金钱本质的四个核心 一 最好赚的几种钱 赚信息差的钱 我知道你不知道 赚认知差的钱 我懂你不懂 赚执行力的钱 我们都知道 我去做了 但你没去做 赚核心竞争力的钱 我们都懂 但我做的比你更优秀 想赚富人的钱 要卖提升效率 你来帮我收拾一下屋子 想赚穷人的钱 要卖解决无聊 很多人以为穷人不消费 其实不是 穷人的消费比富人更不理智 单价不超30块 靠谅取胜有个专有名词 叫口红效应 想赚女人的钱 就要卖靠牢 80%的女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受了委屈 你要跟她说 咱女人不对自己好点 谁体谅你 所以成本几十块的香水 护肤品 转手就是几百上千 女人不会管你性价比 她得到满足了就行 想赚男人的钱 就要卖社交 有多少男人 开着奔驰 抽着滑子 可是18块钱一碗的牛肉面 都舍不得加个卤蛋 因为吃的差点 谁也看不着 奔驰 滑子 谁都看得见 过去有生意好做 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造成了卖货的和买货的 找不到彼此 因此出现了一批商人 去对接他们 并从中牟利 而来信息越来越通透 商家和用户随时都可以精准连接 中间环节将大量消失 赚差价的时代也必将结束 未来的商业将从产品信息不对称 走向大脑认知不对称 任何的赚钱都是降为屠杀 认知高的人 永远收割认知低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 一层人和另一层人讲出来的话 截然不同 甚至理念完全相反 二 顺应别人的人性 满足他的人欲 才能征服他的人心 说白了 对于能人 他喜欢什么 你就不能喜欢什么 把他喜欢的让给他 他才会愿意跟你玩 真正的牛人 必须打破钱观 打破情感 生意就是用点小钱换点大钱的游戏 人性的本质是欲望 激发欲望控制欲望 你就可以驾驭人心 只要你能设计一套分钱分明的游戏 让别人为了欲望而完命创造结果 你就成功了 队内 分钱一定要比同行分得多 前线分到人才吃肉 拥才喝汤 蠢才吃骨头渣 后勤三个人干五个人的活 拿四个人的工资 对外 永远要让人感觉 占到了便宜 人性的本质都有贪念 只要你让他 有占到便宜的感觉 他就会持续找你购买 小米 拼多多 都是利用人性 喜欢占便宜的心理 做成了巨无霸 前端只圈人 后端才赚钱 前端就想赚钱 基本就赚不到钱 三 对抗自己的人性 反自己的人性 你才能不断进步 动物的本性 就是喜欢待在舒适区 大部分动物 都是吃饱了肚子 就去晒太阳 人虽比动物进化得更加高级了 但人类终究是带着懒惰的基因的 你想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 克服自己的人性 别人看电视 你看书 别人打游戏 你打字 别人做梦 你做事 别人消磨时间 你利用时间 跟别人的人性顺着干 跟自己的人性反着干 你就能超越大部分人牛人 顺从别人的人性 反抗自己的人性 四 问题等于金钱 穷人都认为自己想要钱 仔细想想 什么人 是每天想着要钱 对 乞丐所以满脑子 只想要钱的 都会变成穷人 钱 只是你帮别人解决了某一个问题后的自然回报 所以你要的不是钱 而是你能解决哪些人的那些问题 当你找到了你能帮别人解决的问题 别人就会自动把钱给你 马云找到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乔布斯找到了用手机改变世界 你找到了什么 当你清楚你这辈子 帮别人解决什么问题时 你的生命就进入了更高的阶段 解决小问题获得小回报 解决大问题获得大回报 穷人总是用打猎思维赚钱 总想着去占别人的便宜 全靠壮运气 有归下顿 今年混完明年 又不知从何开始 富人都是农耕思维 一点点播种 培育 贡献价值 先给别人好处 再长久获得自己的好处 切记 赚钱最大的天敌 就是总想赚快钱